DWO跟凯滑合作定制 大石轴 用的是凯滑目前最新的解决方案 比如有POM外壳 POK加长轴心 以及带独立导光柱 相同组合方案 前段时间就有冰波和V2系列 主要在顺滑度 以及听感方面表现 相较以前方案 会有明显提升 而这一颗大石轴 毫无疑问独家首发 便是DWO 量产键盘A98 Master率先大家使用 大石轴采用了MS轴结构 正如上面所说 其三盖和底壳都是POM材质 轴心新的POK方案 并且经过加长 抽策选择了经典黑白 实白外壳搭配黑色轴心 所以为了兼顾灯光效果 同时匹配有一块可拆细式的导光柱 其中轴体出厂运滑 主要集中在轴心小小 细节上跟MS冰波和V2对比 底壳亏有不一样 取消了单侧线位柱 三盖则都是8个金位 按压稳定度 出段大石轴 要更稳一点点 触底到相差不大 框量都很小 非常稳定 而MS结构下POK轴心方案 顺跨度主要提升在单侧缓慢按压 降低了卡色感 在一些长键上对比会明显一些 另外 水主流对轴心进行加长设计 并且比MS冰波和V2都要长 所以匹配的是浅滴可 也能实现提前触底 总键程为3.4mm 触发行程标准2mm 裸轴按压听感表现 感觉没有冰封仪那么尖 上了键盘 敲击听感都是比较集中的 大石球 同时来大家也使用了一根双段强弹簧 45克触发压力 回弹感是比较跟手的 下面分享一段这款大石球 在Top结构Scorpio 4.6上的表现吧 本来是我们的想法 有点大石球 在西方方的表现 需要做一些 成分的大石球 在上方的表现 有点大石球 和洞的表现 预定 在中方的表现 比较大石球